好 我們再來看的是 美國的商業巨頭馬斯克 馬斯克到了中國大陸 跟秦剛見了面 第一時間就跟秦剛見了面 這題在昨天辯子妹特報當中 就立刻來告訴大家 那當然我們知道馬斯克 過去他也常跟美國政府唱反調 其實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他的言論向來是友善的 不過當然是因為他有場在大陸了 那他說什麼呢 他說中國人民勤奮智慧 中國發展成就 理所當然 美中利益交融就像什麼 像連體嬰兒一樣密不可分 美中的關係太密切了 不能分就像連體嬰兒 所以特斯拉公司反對 脫鉤斷裂 希望繼續拓展在華的業務 共享中國發展機遇 當然商人的思考 跟政治人物的思考 就是不一樣 那當然秦剛你看到 秦剛很少連上笑容洋溢 過去我們看起來 這段時間其實都比較辛苦 比較嚴肅 笑容洋溢 他說中國大陸將繼續堅定不移 推進高水準的對外開放 注意喔 對外開放 你想想看 全世界的商業巨子 商人們市場這麼大 我告訴你我是開放的喔 我堅定不移喔 對不對 大家要不要來呢 致力於為包括特斯拉公司 在內的各國企業 打造更好的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喔 馬斯克大家知道喔 馬斯克也很特別 這個人聲量超高 三步五十七 他的火箭啊 升空啊 爆炸啊 失敗啊 等等 你知道有錢到成為一個傳奇 他的個性也很特別 聲量很高 所以秦剛真的是 牢牢把握住機會 利用馬斯克來的時候 有沒有 對整個全球有志於中國大陸的 市場的企業 做了一番大大的一個宣傳 這是馬斯克三年之後 再次來訪華 有效應喔 馬斯克之後 當然也不見得是因為他啦 但中國市場太巨大 美國雖然說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但是你看看 摩根大通 星巴克 輝瑞 還包括最近爆紅的黃仁勳 都要去北京 黃仁勳呢 下個禮拜就要去了 大家看到沒有 這連帶的效應 特子芹來除了見了秦剛之外 他也跟見了這個寧德時代的董事長 寧德時代大家知道嗎 他就專門做這個離電池的 那電池呢 就是電動車的核心的 核心中的核心 寧德時代非常強 那業內人士分析 馬斯克呢 跟這個寧德時代董事長商談內容 可能會包括上海儲能 超級工廠的儲能量 這個電晶片的供應 還有未來在北美合作 電池廠等等 當然你要到美國設廠的話 中間就會有很多嘻嘻咖咖 美國有些政策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順利 不知道 但是馬斯克當然來的話 一定要去寧德時代啊 不然呢 所以為什麼大家再想想 一個美國的商人來 要由中國的外交部長 第一時間的接見 當然有幾個嘛 因為電動車也好啊 這個電池產業也好 是目前大陸產業中的重中之重 那第二個呢 馬斯克向來對於中美關係 踴躍發言 勇敢發言 向來非常挺重 向來常常逆美國 所以把握住機會啊 不只秦剛啊 第一時間我們看到 照片新聞都出來 還包括這個華春瑩 華姐姐有沒有 她的這個推特流量也很大 立刻發文 一篇又一篇的發 不只講兩個人的對接談什麼 不只有照片之外呢 還告訴大家 上升到中美關係 該怎麼看 就用馬斯克的這個電動車 汽車來比喻 該什麼時候踩煞車 該什麼時候踩油門 那你想想看啊 這些企業來包括 不管是電動車也好 不管是這個什麼 什麼星巴克啊 摩根大通 輝瑞啊 什麼黃仁勳也好 其實企業來很重要的啊 基礎建設 水啊 電啊 那我就要問一下 我們的台灣呢 然後我讓這個 這個敬平一起來講啊 這個包括了這個 就是華春瑩 華春瑩最近是我們的流量大王 每次你知道 只要這個影片當中有它 流量就爆高 華春瑩年輕的時候 非常漂亮 是才女一個啊 那文情必茂 他可以說是中國大陸 最佳推銷員 包括這個秦剛啊 借馬斯克這麼大的事情 他立刻在他的推文上 文情必茂啊 這個寫了好多 他說這個外長 國務委員 借外長秦剛啊 早些時候 建了這個秦 建了這個馬斯克啊 那強調什麼呢 強調中國的發展 是世界機遇 同時啊 他把這個視角往上拉高 就不只是兩個人的對接而已 他說什麼呢 推動良好的中美關係 上升到中美關係 就像是開車一樣 因為馬斯克坐電動車嘛 有沒有 開車一樣 堅持正確的方向 欲坎坷就要踩刹車 踩油門 合作共贏 這個比喻真的是 講得太好了 敬平 這個秦剛跟華春瑩的說法就是希望因為打著這個中美現在正在這個從貿易科技到外交的摩擦 然後這樣彼此互相大打經貿戰的封鎖能夠讓他這個氣氛再緩和一點 所以其實秦剛跟華春瑩他們的這個喊話其實透過到訪的這個馬斯克他做這樣一個直接反應 然後而且他這邊講說他那個特斯拉電動車他不是故意用這個避免危險駕駛 中美應該避免危險駕駛他就用這個特斯拉電動車的這個方向盤說必須把穩方向盤 沿著習近平所提出的什麼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這個方向道路前進 然後及時的就要踩煞車 其實他透過馬斯克講給拜登政府聽 也講給拜登政府那些鷹派的人聽 然後也包括剛剛我們在講的說他跟這些商務部長雷蒙多啊 這些不歡而散的這個會談 但是你看近平很特別 馬斯克是個商人 不是由大陸的商務部出來對接 是由外交部長 有沒有 所以這個呢意涵就很大 而且秦剛是第一時間見他 你看過去很多這個國外的CEO到北京來 有沒有獲得大陸外交部長一對一的接見 很多都是一個團一起來嘛 也是國務委員 一對一接見 而且是由外交部長出來對接之外 然後這個華春瑩立刻發文 你覺得大陸怎麼看待 我覺得還是不太需要太放大這個馬斯克怎麼看待 這個因為馬斯克算是少數了敢大鳴大放在美國逆著拜登的這個CEO 因為馬斯克他在這個美國發言是有聲量甚至在全球也一樣 他的推特洞見觀瞻 然後加上他又收購了人家的這個推特他要怎麼樣 川普最喜歡推特去發言的都要看這個馬斯克的臉色 所以當然透過馬斯克是很好的一個發言的一個管道 然後秦剛他以前擔任過駐美大使 他在美國對這些美國商界啊科技啊政商 他知之甚强 所以他算是知美派的 知道美國人在搞什麼 那現在馬斯克來他第一時間會見他 因為馬斯克他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上海的特斯拉廠是去年 應該是說佔整個馬斯克他們這個特斯拉集團 全球的這個產量運能一半以上 那去年以前因為疫情的這個關係兩三年 尤其是包括去年整個受到的這個影響 然後再加上面對中國大陸的傳統的 他本土的這個電動車的崛起 他要面對他的這個競爭 所以馬斯克當然要來找中國大陸這些官方來幫他解決 因為他的業務受到這個限制啊 是他員工這次不見了 的確是小型的